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戴萬卿教授 許智傑委員 尹乃津小姐 萬美齡委員 馬文君委員 黃紹婷議員 好 那麼布林肯 昨天在George Washington大學 發表45分鐘的大陸政策 中國政策 本來他聽說之前就要發表 他染疫了什麼之類的 反正又拖了拖 剛好最近拜登要到亞洲來了 所以他在拜登回去美國之後 發表演講受到很大的重視 特別是拜登在日本 高峰會跟岸田文雄高峰會 開完以後被記者問說 老共打台灣 美國會不會出兵 拜登說會出兵 防衛台灣 記者不太相信說真的嗎 有 Yes 他說我們對台灣有承諾 但到第二天再問他的時候 他好像又... 之後白宮 國防部都說 我們政策沒變的 布林肯昨天講他一中政策沒變 他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一中政策沒變 第二個 不支持台灣獨立 又回到原來的基調 但是大家認為說拜登 我就在問拜登是老糊塗 還是老狐狸 我認為他沒有糊塗到這個地步 連續講三次怎麼會是亂講 怎麼會是講錯 當然是真的 所以有人說美國對這個中國政策 可能從戰略模糊 戰略清晰 戰略彈性 是不是有個戰略彈性的中間 都有可能 我是覺得說其實拜登心裡是想的 只是現實不見得讓他能夠 怎麼想就怎麼做了 我們看看布林肯的一中政策 到底有什麼差別 到底是講些什麼 如果而且國際上的決定 我還否決定 願意保持這兩方面 notre policy 沒有改變 我們的政策 不改變 我們不是找到 共同一個美國 川普 不努力 你不斷進行 我們不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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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抗了 與其他的抗力 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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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首份中国政策演说 回应拜登无力护台论 话锋一转称导致误判破坏稳定的是北京 逛机平民扰台 但大陆外交部强悍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好 那么大家怪来怪去 美国说美国的政策没变 是中国变的 中国说中国政策没变 是美国变的 是台湾变的 民进党也强调说我们没变 是大陆变的 到底谁变谁没变 还是都在变 那从老共的角度看台湾 马英九是92共识 你参与我们不接受 那就是变了 从台湾看说我也没宣布台独 对不对 你飞机天天跑过来什么意思 是你变了 美国说 我还是一个中国政策 老共说你什么中国政策 你嘴巴讲一个 你掏空你在掏空 明的暗的支持台独 你什么没变 所以到底谁变谁没变 戴教授怎么看 事实上从欧巴马的时候开始 跟川普的时代 我们看到美国是有变化 就是川普把一些人 美国人潜藏在心里的话 给讲出来了 而且他是大拉的讲 前面的人是有警觉 我记得在希拉蕊 他在替欧巴马做国务卿的时候 他就讲过一句话 Repivoting to Asia 美国要重返亚太 也就是说美国在亚太地区 他发觉经贸的关系的密切度 才开始下降 大陆在亚太的经济力量起来 然后美国在亚太的军队 也比减少 比如说我们看过去的数字 美国在日本的军队 原来大概是三万六千多 到现在就只剩两万多 美国原来 你看过去在菲律宾 有克拉克基地 有苏比克基地 苏比克万 这些菲律宾的基地都没有了 所以美国在亚太的军队 还有经济的力量 是有减少的情况 希拉蕊的感觉是出来 所以为什么后来希拉蕊 想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大陆并没有支持希拉蕊 大陆反而比较牵向于川普 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川普上来以后 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相对的在希拉蕊时代 希拉蕊对俄罗斯的态度并不好 欧巴马政府对俄罗斯态不好 虽然嘴巴讲说要重启 要reset 但是并没有做 川普是他很想跟普丁改善关系 很微妙的就是川普对中国大陆不满意 但是川普对金正恩他很有兴趣 他对普丁也有兴趣 但是美国民主党来讲 他们不愿意看到川普跟普丁改善关系 所以川普最近讲的一句话很有趣 如果我还是在做总统的话 大概普丁不会打乌克兰 情况我们台湾本身有一些变化 我们两党的轮流执政 两党的交替 这个政策上 或是在rhetoric上 那是有一些变化 大陆自己也有变化 但是我觉得美国人 对大陆态度改变 应该是从大陆的总书记 开始想他的任期 不想再就限于两任开始 甚至台湾有一位 很有名的新闻界人士 他曾经在美国的中文报纸都待过 在台湾他也做过 两家报纸的总组比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当他听到说大陆的总书记 任期可以超过两件以后 他说这不行 他一向对大陆的态度 这下要改变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键 但是布林肯刚刚今天的演讲 在George Washington大学的演讲 他说美国无意要改变 大陆的内部的政治结构 这个相对的跟最近拜登讲的 希望俄罗斯 普丁要下台 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讲法 也就是今天布林肯的讲话 又比拜登5月23号 在东京的记者会讲的话 他又把它塞缩一下子 就特别强调美国无意要改变 大陆的政治的这个情况 他主要说他们讲说 他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美国自己要厚执国力 因为美国国内的各种投资 什么公共设施 公共建设很差 第二个要跟盟邦跟伙伴群策群力 看看北约跟帮助乌克兰 然后俄罗斯进来 美国没有一兵一组都没出 俄罗斯现在好惨 现在里面 将来用台湾把老共拖进来 我美国也不要出一兵一组 亚洲这些国家 这个IP 什么IPEI iPad 或是其他的国家 或是四方会 能帮我去牵制老共 第三个 对未来提出与大陆一角高下的愿景 这点我也很好奇 照理讲应该是大陆提出来 说我们目标将来要跟美国一角高下 怎么是美国提出 我们将来要 目标要跟大陆一角高下 美国其实现在还是强很多 比较不弱的 要说我要跟他一角高下 他说我要跟他一角高下 这也很奇怪 到底谁改变 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战术上 战略上或者话术上 其实大家都有改变 但是我觉得不变的就是 大家都会以自身利益为优先 这点是不会变的 我想这次布林肯的谈话 其实很明显 我觉得是在为前一次 拜登的所谓武力护台的说法 来做一些还夹 整个说法当中 我觉得还是不出一个中国的原则 很清楚 但还是以台湾关系法的议法 然后三公报六保证 这个为原则 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在 当然我想在这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维持台海现状 也是美国认为是最好的状况 肯定也是对他自己 最有利的一个状况 何况其实现在在美国的 本国内 很多的民众 其实多数都是非常反弹跟反对 政府在派兵去他国来协助打仗的 所以我想用武力来协助的这件事情 我们还值得再观察一下 不过我个人认为 有一个地方比较有趣 就是布林肯一直在批评说 北京就是对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 日益很多严峻的一些挑戏也好 或者威胁也好 包括他试图去斩断 我们台湾跟世界各国的一些关系 也阻止我们加入很多的这些世界的 国际的组织等等 所以其实布林肯就开始去做一个踏伐 发出正义之声 可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跟美国坚若磐石友谊 在其实最近其实有两次 其实我们可以去检验他 第一个就是 关于世界卫生大会的WHA 那第二个就是 由美国自己来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 那这两个其实都可以验证说 我们到底跟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 美国这么来力挺我们 可是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 在这个很多的世界组织上面 我们也没有看到 美国大力来帮我们发声 连他自己主导的 都把我们排除在外 所以我想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美国还是希望说 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战争 其实台湾恐怕可能就是一个棋子 所以美国的立场 他其实乐见两岸目前的状况 他就属于一个冷战的状况 然后他自己可能 不是站在第一线来主打 可是他可能就是复制 乌俄战争的方式 做一个代理人的战争 所以我觉得 其实台湾自己 我们要放得更聪明一些 到底谁是真的对我们好 还是哪一些人是口惠而不识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一旦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乌克兰的状况就可以看 战争发生在那个国家的本土上面 受伤害的 失去生命跟财产的 其实就是那个国家的人民 林修伟 志军兄 其实我当然是觉得是中国变 你看任其次竟然会取消 全世界都很压抑 没有这种人自己想要 当一辈子的领导人的 这是他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他的一带一路 跟中国制造2025 他的确想称霸世界 当然在经济上 美国当然也会担心 因为他是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他这个一带一路 其实拖累很多其他国家 你像巴基斯坦 你像意大利或者是很多国家 其实都因为他一带一路 而变成债务 所以他这个也失败 所以其实中国如果会打台湾 我觉得有三种情况 一种就是他过度自信 跟俄罗斯一样错过形式 觉得我打你 一下子两三天就把你收下来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狗急跳墙 如果他在里面全力不稳 有可能要被翻盘的时候 他可能说我就打台湾 转移注意力 或者是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 第三个是那个 郭渡自信狗急跳 还有一个什么 擦枪走火 他本来想说他到我这边 飞机绕一绕就好 结果没有想到绕一绕 不小心大家互相就打起来了 所以除了这种状况 会打台湾 其实我们估计是不会 当然美国其实 他的一中政策 其实也有小改变 但是没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有他自己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的一中原则不一样 我看你一中原则是原则 你自己 美国的一中政策 政策是调整 是可以比较及时性的 所以其实那个立场 拜登会讲这种话 我觉得就是说 他怕习近平狗急跳墙 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候 习近平其实现在 因为上海封城 像北京 西安 各地其实习近平现在 真的是内幼未患 听说他身体也不好了 其实很多可能反习派 要把他逼退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他为了要保自己的权力 而用打台湾来舒缓他的压力 所以拜登这么讲 就说我告诉你 你如果敢武力攻打台湾 我一定军事力量介入 反正会不会打 最近在演习 不过你问我 我不认为最近会打 我认为两岸最近 我也认为不会 就防止 不会打了 只有一种可能会打 但是我也是反对的 就是台湾宣布独立 老共要打 但是我觉得 老共也要想清楚 台湾为什么要独立 老共的做法 应该让台湾不想独立 给你独立你也不要独立 也不会独立 也不肯独立 也不愿意独立 就我们常常讲公务员 为什么贪污 我叫你不愿意贪 不会贪 不能贪 一样 假如台湾跟大陆關係很好 然后从大陆得到很多的利益 市场很大 我干嘛要去独立 我独立是什么可能都没有 所以也不是说 你不能独立 你独立我就打你 我觉得老共的态度 也应该想办法要改变 那个度量要大一点 就是你不会独立 你为什么要独立 叫你独 你也不独 像那个时候新加坡 马来西亚叫他独 你怎么不要独 马来西亚你走 你走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你走吧 新加坡不得已才独立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 两岸之间怎么会有战斗